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年10月13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美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 一个主题 人民币再破7.2 中国经济急转直下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3号 直播二的药文简报,第1个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朝鲜军队10月13号晚上到14号上午 进行了多点同步的挑衅行动 10月13号深夜,朝鲜派出10架战机 飞到距离两韩,就是朝韩 军事分界线 以北25公里的空域 韩国空军派出F35A 战机升空应对,10月14号凌晨的1点 朝鲜从安顺一带的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日本海上保安厅说 朝鲜的导弹最高飞行高度是50公里,飞行距离是650公里 导弹落在日本海,没有进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到了10月14号上午 朝鲜军队向朝韩非军事区发射170发炮弹 朝鲜军方发言人通过朝中社发表声明说 韩国在10月13号在朝韩边境地区进行了 大概10个小时的火炮射击 这是挑衅行为,煽动军事紧张 所以朝鲜将会采取有力的军事反制措施 今年以来朝鲜已经举行了24次发射弹道导弹 三次发射巡航导弹 自从韩国总统以西越5月10号上台之后 朝鲜发射了18次 发射了18次导弹 韩国政府在10月14号宣布制裁朝鲜15名 15名个人16个尸体 反制朝鲜接连发射导弹 这是事隔5年,韩国再次对朝鲜 实施单方面的制裁 朝鲜近日不断地进行挑衅行动 为什么呢 这是个问题啊 现在是10月中旬 9月26号,中国跟朝鲜恢复了铁路货运 然后朝鲜军队是从9月25号开始 开始了新一轮导弹 导弹发射行动 外界普遍认为朝鲜是要为他的核实验做准备 那么9月26号,中国跟朝鲜之间恢复铁路货运 什么叫恢复铁路货运,就是中国开始向朝鲜 开始运送物资 就是支援朝鲜的物资 那么 为什么要恢复对朝鲜支援他的物资,因为 今年年初因为疫情,所以停止了货运 那么现在恢复疫情,恢复运输 那么朝鲜要做点事情出来 给中国看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欧洲理事会 10月13号以99票赞成,一票弃权 通过决议认定俄罗斯 是恐怖主义政权 这意味着欧盟将会对俄罗斯 实施比翼王更加严厉的制裁,包括不再出口货物 控制军用和民用商品销售 限制救援协助 阻止俄罗斯获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等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上发言说 欧盟认定俄罗斯是恐怖主义政权相当重要 欧盟国家应该在外交上尽量的孤立俄罗斯 让俄罗斯知道 他们要为侵略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从而向政府 军事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 欧盟国家应该停止向俄罗斯人开放边境 第三,美国众议院调查去年1月6号 国会大厦 袭击案件事件的委员会 10月13号一致通过 向前总统川普发出传票 要求他到委员会作证 在表决之前,委员会用了两个小时时间 检视证词 文件录音等证据 最后认为川普不承认 在2020年选举失败是早有预谋的 川普在知道选举失败之后 仍然宣称选举被盗 他没有阻止数千名支持者 闯入国会大厦 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汤姆森表示 川普是1月6号事件的主角 要听听他的说法 委员会的副主席共和党议员利茨切尼表示 委员会有责任向事件 始作俑者寻求答案 每个美国人都有权知道 如果川普不遵守 传票的要求 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和监禁 不过预期川普会展开法律战挑战委员会的传票 美国本届国会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委员会正在加速工作 如果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取得众议院的控制权 可能不会继续委员会的工作 第4 美国劳工统计局10月13号公布9月份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8.2% 比8月份上升了0.4个百分点 数据低于6月份的历史高位 但比市场预期要高0.1% 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的核心值 核心CPI 同比上涨6.6% 是40年来最 最大的升幅,环比上升了0.6% 9月份美国的食品价格同比上升了11.2% 能源价格同比下跌了2.1%,其中汽油价格同比下跌了4.9% 住房成本同比上升6.6%,新车价格同比上升0.7% 数据公布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表示 对抗通胀有一定的进展 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通胀数据公布之后,市场预期美联储会更加激进的加息 芝加哥商品交易 商品交易所的利率工具显示 96%的交易员预期 美联储会在11月份 加息75个基点 71%的交易员预期12月份 美联储会加息75个基点 另外美国劳工部10月13号公布 上个星期新森林失业救济人数 增加9000人,达到22.8万人 数据比市场预期 22.5万人稍高 4个星期的平均新申领失业救助人数 上升5000人 上升到了21.15万人 持续申领失业救助的人数 增加3000人 上升到了136.8万人 第5 中共20大将于10月16号开幕 北京天安门广场 最近实行了非常严格的保安措施 北京市民进入广场需要提前一天预约 进入广场 广场范围设置了警务站 警察检查市民的身份证 到天安门广场的人不多,主要是中老年人 他们主要是到18米高的巨型花坛前 拍照打卡 广场上的警卫表示 目前仍然没有通知10月16号 中共20大开幕当天广场是否开放 不过严格的保安措施让天安门附近的纪念品 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 电源说 最近到天安门广场大部分是北京和周边的市民 纪念品销量大减 有店铺 做五折销售,员工要减薪20% 政府通知天安门周边的商店10月15号 起码要关店9天 第六 北京写字楼市场三季度的数据全面走跌 第一太平戴维斯的数据显示 三季度北京市甲级写字楼累计 吸纳的面积只有 9万平方米,同比下跌了84% 84.8 戴德联行的数据显示,三季度北京写字楼整体市场空置率达到了15% 环比上涨了0.8个百分点 其中 北京的CBD 金融街 五大核心商圈 空置率环比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到了10% 中关村的区域空置率环比涨幅最大 三季度写字楼空置率达到了11.1% 环比上涨4.9个百分点 是历史上较高的空置率 中关村 主要是互联网 互联网企业扎堆 一直是北京写字楼市场热度最高 空置率最低的区域 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知道 教培行业 团灭 加上互联网企业 不断的被敲打 所以互联网企业退租 导致了中关村这个区域的空置率的持续上升 写字楼的吸收率下降,空置率上升 说明经济景气在下降 第7 辉瑞公司和Biontech 10月13号公布 针对奥米克戎变异株二阶疫苗对BA4 和BA5变异株产生了强烈的免疫反应 也就是说也非常有效 在18到55岁的测试者当中 接种了二阶疫苗加强剂之后 综合抗体的水平比接种 一代疫苗高 测试中确认二阶疫苗与良好的安全性 辉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二阶疫苗将会对目前流行的变异株有更好的保护 预计可以帮助减少今年冬季的疫情 另外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FDA 10月12号修改辉瑞与莫丹娜二阶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5岁以上儿童接种疫苗后两个月 可以接种辉瑞的二阶疫苗 6岁以上的儿童接种疫苗后两个月 可以接种莫德纳的 莫德纳的二阶疫苗 辉瑞的第1袋疫苗将不再作为5到11岁儿童的 加强剂 第8 法国在10月13号首次对德国输送天然气 这是法国与德国9月签署能源协议之后 首次法国向德国提供能源 这批天然气是通过德法边境的管道输送 输送量不到德国每天使用量的 2% 俄罗斯减少对德国的出口天然气之后 德国出现了能源危机 德国与法国9月签署协议 法国承诺提供天然气 德国则向法国提供电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12号表示如果欧洲无法团结 维持一体化的市场 将会引发严重的问题 法国天然气主要来自挪威 最近能源危机受影响比较轻 德国在乌克兰战争 前 有55%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输入 目前短期目标是降低到35% 最希望 最终希望完全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 第九 马斯克旗下的SpaceX要求美国国防部 为乌克兰星链服务买单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SpaceX立刻为乌克兰提供了星链互联网服务 SpaceX表示 至今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2万个卫星天线 马克龙10月7号说 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已经花费了8000万美元 年底将会超过1亿美元 SpaceX在9月份去信美国国防部 信中说 公司不能够无期限的为乌克兰 提供免费的星链服务 乌克兰军方表示星链已经成为战场上各个单位的主要通讯方式 9月3日星链服务曾经中断,影响了整个前线的运作 这个打死狗论驾 第10 直播带货第1人,李佳琪团队最近在招聘 这个信息安全专家 媒体圈 招聘微信公众号10月12号 出现了李佳琪所属的公司叫美万 的招聘公告 公告说信息安全专家的工作 包括对平台内容的安全审查 检查直播脚本,道具,社媒等文字 图片和音频内容 岗位要求要有5年内容审核工作经历 熟悉互联网法律法规,对政治历史军事社会等新闻敏感 理解电商业务,公共讨论,看法和公共事务政策等信息 李佳琪是6月3号在直播时 展示了一个坦克形状的蛋糕 于是他就消失了109天 还送了很多钱,这是我说的 然后重返 才能够重返直播台 那李佳琪为了避免 避免再出事 就找信息安全专家 这个做法是对的 这是一个成熟的企业的做法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